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我是麦顺妍 今天中秋节 全国铁路下午2点进入客流高峰 预计全日发送旅客1520万人次 民航旅客人次就超过160万 内地掀起的国风热 带动中秋旅游消费 终结营报道 中秋假期第三天 长三角地区迎来铁路客流高峰 车站早上人头涌涌 近年内地兴起特色旅游 传统节日 汉服景区特别受欢迎 河南洛阳是其中之一 汉服也带动景区游客数目攀升 连带整个产业链都受惠 今年中秋节 汉服的租数量和旅拍业务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 搭配着这么美的景色 大家对国风的消费需求 还是很强劲的 国潮风盛 山东之薄的流离产品 融合传统与时尚 在中秋推出特色摆设 有不少捧场客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我们不断地探索去创新 创意更加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的这些产品 从而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国风游戏热度升温 成功带动文旅旅游消费 游戏黑神话 吴空掀起山西旅游热 中秋假期第一日 景区的游客人数 就比去年同期增长326% 我就觉得非常有必要来一次 古代的人怎么能那么精巧 就是他那些东西就太精致了 真的非常的震撼 当地启动 跟着吴空游山西主题活动 推出各式文旅产版 在任务关卡 有大批排队等候通关的人 中秋假期前一个礼拜 山西省假期整体旅游预订量 比端午节假期增长了15% 入境游订单 就比去年同期增长180% 有线新闻终结营报导 今年中秋假期 内地不少游客追求更舒适 和轻便的短途微度假 有新兴旅游项目 深受年轻人欢迎 刘卓南报导 内地中秋至三日假期 有出行平台数据显示 短途微度假非常受欢迎 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和苏州 是首五位热门旅游目的地 在北京 今假上将仍然无阻顾客 趁放假买金色的心情 专家说黄金被认为是一项稳健投资 建议消费者买金之前 小心留意市场走势 很多投资者会根据自己这种心理价位 去从中长期的角度去买一些投资金条 作为整个家庭自然一个配置 建议投资者更加理性地选择这种消费 除了游览传统旅游景点 今年的微度假的游玩项目 还包括年轻一代喜欢的搜集印章 上海一间专门售卖咖啡 和纪念品的店铺特切印章吸引顾客 一杯咖啡最低消费要28元 每名顾客都可以获得限量版印章 有顾客为了集邮专程来买咖啡 为了吸引喜欢吸引仔的年轻人 上海科技馆推出特别版护照 给入场人士购买 入场打印 负责人表示 今年截至8月已经卖出7700本护照 消情令人满意 有线新闻落卓南报道 在北京有夜市趁中秋假期 推出节目表演火湖 有档主说人流和生意都多了不少 住北京记者李永中去看过 火树银花点点火光照亮北京这个夜市 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为产火湖 表演者将燃烧的木炭放入两边铁网 通过上下震动 再加上表演者的转圈走动 走似火神降临 寓意驱邪驱病好温来 只要是重大的节日 像国庆中秋还有春节 中国人比较重要的节日 都会有这个火 这种非中国的传统艺术的话 就是不是用金钱和一些时间去衡量的 就只要能看一眼 就不管是多少时间都非常值得 表演有一定的危险性 观众不能够走得太强 主办方说出了安全的距离 站在这里看就刚好 夜市去年开幕之后 经常举办不同的活动吸引人流 有档主说中秋节日 加上火湖表演 生意都多了不少 多好几倍 就是都是为了看火湖表演的 反正就是开始的时候 那里老多人了 挤不动 之前的话人流量 可能也就有这样的一半 然后今天正好也赶上节日 中秋 在家后面有节目 就多了好多人 他们都说每逢节日或者活动 人流量都会大增 希望夜市主办方日后 可以搞更多的活动 有线新闻 驻北京记者李榮忠报导 内地有动物园 特别为动物准备专用月饼迎节 在重庆 动物园里面的大猩猩 获分派由开心果 杏仁等 坚果制成的月饼 大红猫的月饼套餐就更加丰富 有香蕉 苹果 西瓜等等 十几种蔬菜和水果组成 云南昆明的动物园 专为环美狐猴和蜗虹 制作有特色的食物拼盘 选用的都是日常食材 例如番茄 花生等等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 希望给动物宽度中秋 内地公布多项月球探索的最新成果 其中工作将近5年9个月的 玉兔2号月球车 近日更加传回最新的月球影像 由映振宇讲下 自2019年1月登陆月球背面之后 玉兔2号月球车 至今已经行走1613米 完成了第71个月就的工作 工作时间将近5年9个月 远超3个月设计寿命 是目前世界上 在月球工作时间最长的月球车 它近日更加传媒了最新的月球影像 这就是9月10号第71个月 就传回来的全景相机的数据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就是类似 因为要过中秋了 然后想画一个月饼 配合一下中秋节的意思 除了玉兔2号 仍然工作着的还有常鹅3号 和4号的着陆器 至于在月球轨道上的 雀桥2号中计卫星 正在那等待在2026年前后发射 前往月球南极探测的常鹅7号 国际上一些同行 他们发射探测的结果 认为南极的上空探测到了水分子存在 那么如果有种现象的话 那就有可能在南极的永久的影影片里面 可能有水 只不过水是水边的形式存在 另外 爱因斯坦探测空间X射线天文台 星期二也从太空传回月亮的X射线照片 是中国科学家首次用自主研发的空间望远镜 观察得到的完整月亮X光图像 中国科研团队同日也在国际科学期刊上 发表常鹅6号返回样品的首篇研究论文 展述了常鹅6号带回月背土样样品的物理 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 有线新闻 迎镇宇报导 中路铁路国际货云量突破1000万吨 中路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 北起中国昏明 南至鲁窩万丈 由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营运 被形容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黄金线路 跨境货物运输覆盖了老窩、泰国、越南、缅甸等十几个国家 日均开行列数由初期的两列发展到现在的17列 节目时间到这里 转头有其他新闻 对此结束